您好,我是张宁 自从今年中共对人类展开病毒战以来 有一个组织,有一个人竭力地为中共洗地 甚至可以说它掩护了中共的病毒战 使得中共病毒肆虐全世界 到现在已经造成数千万人感染 这个人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臭名昭著的谭德赛 现在他终于要被受到审判了 目前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此案 这是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戴维斯坦曼发起的刑事诉讼 谭德赛曾经担任恐怖组织的首领 他现在被指控的罪名是群体灭绝罪 谭德赛在担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之前 是埃塞俄比亚提格里人民解放阵线的重要领导人 作为中国人来说 我们都知道人民阵线是什么货色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民解放阵线 几乎都是当年苏共建立的外围组织 是一个标配 它就是共产党操纵的 以解放为民的一种地下组织 这个组织呢 致力于农役人民 而不是解放人民 这个组织呢 在世界各地的罪行累累 美国政府呢 把这个人民解放阵线 以及所有相关的组织 都列为这个恐怖组织 尤其是埃塞俄比亚 这个提格里人民解放阵线 更是这个血在累累 这个组织呢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区呢 实行恐怖统治 对各种持不同政见 烂杀烂捕 而且呢 对与他们这个政见不同的 那些部族成员 也进行烂杀烂捕 他们曾经呢 依靠暴力 强占了埃塞俄比亚 最大的部族 奥摩罗人 34%的土地 你看看他们是多么的残忍 嚣张 这个斯坦曼指出呢 就是这个控告者 这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他是一名美国人 非常具有正义感 这个斯坦曼说呢 奥德塞曾经呢 后期呢 是控制埃塞俄比亚 安全部门的三大领袖之一 在一个专制政府里 担任安全部门的领导人 这也就意味着 是一个这个情报部门的领导人 就像苏联的克格勃 以及类似的机构的 这个三大领袖之一呢 他参与了大量的谋杀和酷刑 英国泰晤士报呢 也报道 谭德塞曾经亲自 到现场监督杀害过 很多部族成员 罪行累累 恶有恶报不是不到 这个恶魔 即将面临审判 而且呢 很可能他的余生 要在监狱里镀隔 让我们祝贺 让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降临 还有呢 根据印度亚洲通讯社的报道呢 引致印度政府内部的消息 灵通人士说呢 为了因应近期于 中共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 充分利用现有的 130万英大军 印度目前呢 正在把军队调整为双向部署 就是此前呢 印度军队呢 分别部署 一部分针对巴基斯坦 另一部分针对中国 但是现在呢 最近这几个月来呢 印度大力呢 正在调整部署 主要是在印巴之间 其实呢 都是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 在那个地方呢 开始呢 修建大量的公路 然后呢 这样呢 就使得 印度的这个军队呢 就能灵活部署 它的这个130万大军呢 就可以进行双向部署 也就是做一个众生的机动部署 既可以针对巴基斯坦的挑戏 也可以针对中国军队的这个挑戏 这样一来呢 它就能够随时高效率的投入作战 过去几个月来呢 由于与中共军队呢 发生了两场边境军事冲突 所以印度军队一直在调集大量的装甲部队 进入中印边境地带 目前呢 这种军事调遣活动还在加强 因为印度军队呢 已经做好准备 随时与中国大战一场 对于印度来说呢 这场仗呢 是非打不可的 另外呢 还有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消息呢 瑞士银行宣布 他们冻结了卢卡申科 90亿美元的金融资产 这位白俄罗斯人民的伟大的领袖 这位欧洲的最后一位 共产党领导人的真面目 终于被揭露了 原来他像这个委内瑞拉 这个以前的这个独裁者 查韦斯一样 常有巨款 他也像巴拉斯坦的这个恐怖组织 法塔赫领导人阿拉法特一样 在瑞士银行常有巨款 他也像中共的任何一个头目一样 在这个西方常有巨款 所以说呢 这是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统治者的这个惯例 就像现在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 金正恩他的父亲金正日 在瑞士银行都常有巨款 所有共产党领导人 实际上都是贪污犯 他们都是以人民的名义 进行恐怖统治 一旦恐怖统治 那么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大量的资金 不受监督的支配大量的资金 他就可以巧立名目 把资金转移到瑞士自己的账户里面 他们当然会说 这些资金是用来颠覆西方世界 是用来这个投资为朝鲜人民造福 但事实上呢 这些钱呢 经过几次转账之后呢 就变成了他们私人拥有的资金 或者家族资金 目前呢 白俄罗斯人民抵抗这个卢卡申科 暴政的抗议活动 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到现在没有平息 而且呢 欧洲呢 也一再警告卢卡申科 不能够使用残酷的手段 镇压抗议者 所以说呢 白俄罗斯的证据依然处于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 瑞士银行冻结卢卡申科 90亿美元呢 是一个果断的行动 是一个站在正义一面的行动 因为此前呢 瑞士呢 几乎是全世界账款的集中底 因为瑞士银行也享有保密的声誉 在过去几百年里面 就是说 第一呢 他们不贪污资产 就是不管你在瑞士银行 存多久的钱 只要你这个持有人 或者你的后人 你的受益人 找到瑞士银行 瑞士银行总是毫不犹豫的 把这个 你的存款和利息支付给你 但是呢 瑞士银行的这个保密呢 也掩护了大量的 独裁者的腐败资金 所以说呢 瑞士银行这些年呢 逐渐透明化 这个呢 有益于人类呢 抽出那种大一些腐败犯罪分子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